詞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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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知道老師的狀況 像我遇到很多就是在媒體的工作的攝影師 其實對這一塊其實已經是幾乎是半放棄的狀態 非常工具性的 或者是非常宿命式的認定自己的一個職責 就是為他的媒體製造那些照片 然後接下來就是誇記著生活 他也不太考慮任何就是他跟攝影 然後他的攝影跟社會的一個更廣大的更可能的其他的 因為在我們那一代的在媒體工作的 又想創作的人都會有兩個相機的概念 就是說我這一台是要派給公司的 就是他用一個機械性的這種工具這種東西 來區隔創作與工作這件事 我真的認識的都沒有那個所謂兩台相機的概念 更恍論他們是連創作或者是在對自己額外工作之外的事情有興趣 我都沒有觀察到 不過這個也是我們未來以後 這就是我覺得你也提到了就是說 在工作不管是工作之餘 還是因為有的人會把創作放在工作的上面 有人會覺得那是工作之餘 所以不管他怎麼去看他 我覺得就是比如說自己想要做創作 這些人的作品我們其實也可以是未來我們想要討論的 他到底做到了沒做到呢 你覺得這也是一個我們配套的表現 其實你知道在這個空間另外兩個隱形的人 就是根據我的了解 你知道他們自己本身在自己的職位上 還有做額外的創作 或者是透過某種其他的途徑 思考其他影響表現的可能 所以我覺得有一定有這樣的人 但我在想他們大概也是少數 然後可能也有非常多需要面對的問題 還有思考 我想還有另外一個方向 就是我們剛才提到的典範的儀式這件事情 所以我覺得未來我們可能 會我心目中認為的典範 也會在我們討論的照片 我會非常期待阿亮老師提出來的典範 有一些可能是我學習過 有一些說明就是聽到阿亮老師的解釋 然後我再提出如果我在我自己的學習裡頭有看到了 或許我們可以一定要用一個方式 來重新把他們重新閱讀這些典範 然後理解說如果從這個典範我們可以進行一個挑戰 給我們一個什麼樣的東西 所以我們就會有幾個方向 一個就是所謂的大志與典範的再閱讀 然後有一些新的創作的人 也許他正在學習 也許他怎麼樣 那我們再來可能還有另外一個方向 就是說線上的記者他們自己想要其他的工作 這方面也是可以 好 那其實剛剛我們談的是新聞吧 那其實台灣的新聞又不是那麼新聞 其實我覺得我們的攝影一直跟所謂的報導計時 這個有非常直接的關係 所以我在想等於我們整個討論的事情也會 focus在這裡 也就是說這樣講簡單一點好 就是說在所謂的我們的人文攝影的世界也好 或所謂的創作攝影的世界也好 好像一直都跟報導計時紀錄有蠻直接的關係 好像藝術攝影就被堆到沙龍這個世界去了 然後沙龍還有又是真的是另外一個世界 其實這也是我們在藝術 就是攝影跟藝術界一直連不起來的很大的一個問題 所以我在想我們的討論應該就會比較focus在 從報導從即使這個世界裡面去討論 或者我們可以討論某個所謂廣義的一個紀錄攝影 可能在哪裡 對 就是不一定是這麼 因為為什麼會這樣 就是因為新聞還是有新聞的嚴謹 嚴謹的地方 可是報導紀錄其實有很多個人的觀點在裡面 那跟新聞的嚴謹又是不大一樣的事情 所以我們會討論廣義的即時報導的事情這樣 這應該是我們在來會做的事 對 然後在這個條件裡頭 說不定所謂公共的跟個人的 這樣的一個很特殊的觀點也可以被容納進來 就是說如果一個個人式的報導攝影 有可能被抓進來他們 當然 當然 我覺得我一直非常喜歡Angie Cortez的東西 那我覺得好像在台灣好像討論他的人並不多 對 我們好像布律宋好像討論的很多 所以我覺得我們一開始我們就會談論這位 對 我心目中一個偉大的大師 對 那我們的做法就是 你會挑 幾張照片 然後 你會 我們會 他會挑一些照片 我也會挑一些照片 對 那每一張照片都會有主獎跟 那我也可以 就是說他挑的我也會補充我的意見 或我挑的他也會補充的意見 所以我們就會有好幾張照片 在接下來的即時會跟各位見面這樣子 OK 所以請大家拭目以待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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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